这个女孩为了能当上童星 竟直接大胆地来到选秀现场 可她却什么才艺都不会 只会在海选中进行别扭的自我介绍 其他女孩不仅能载歌仔舞 而且还能做出高难度的身体动作 还有的女孩能跳出嘻哈舞 在这样激烈竞争的选拔中 唯有小美在傻傻地笑而不语 接着评委让所有人露出额头 她要看看每个人的综合外观 甚至就连牙齿以及手指也会进行查看 第一轮的出事结束了 第二轮仅随着上来了一名舞蹈老师 孩子们要模仿老师的动作一起跳舞 这一轮的测试很大程度 为了测试孩子们的反应力和节奏力 包括综合肢体的协调 可长相普通的小美却是格外显眼 在她活泼可爱的外表下 也是博得了评委的暗自加分 就这样天真活泼的小美脱颖而出 成功当选成为奶酪公司的代言员 接着她就被请到了公司总部 小美顿时开心地四处小跑 这时妈妈连忙叫她不要乱跑 但生性活泼的小美却已经跑远了 最终莫名其妙地闯进了社长办公室 在她清纯可爱的外表下 顿时引起了公司高管们的关注 副社长情不自禁地将她抱在了怀里 妈妈急匆匆地在一旁为女儿的莽撞表示歉意 但社长却并没有因此生气 相反却微笑地告诉小美 表示这是你人生的开始 小美一脸懵懂地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灯光 最终情不自禁打了个喷嚏 所有人见状顿时笑了起来 大家非但没有反感小美 反而因为她的单纯可爱 也是获得了社长的欢心 就这样在周围一片欢声和鼓励下 小美开始了她的同心生涯 但由于这是她第一次录制广告 由于紧张也是将台词不小心说错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妈妈本意地起身纠正女儿台词 然而令母女俩都想不到的是 小美说错台词的版本 却成功地获得导演青睐 因为她生动自然的一幕 反而比面对还要好 妈妈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小美的首制广告短片 也顺利拍摄完成 广告里她自然地吃着面包 而且神情也是充满了自然纯真 在广告短片发表后 也是迅速火爆了整个国家 小美也由此知名度暴涨 想要找她做代言人的品牌 更是不计其数 而但凡是小美代言过的品牌 品牌形象也都能迅速升上一个台阶 光是小美一场的出厂费都是几十万 这让她的妈妈很是高兴 女儿就这样成为了她的一棵摇钱树 有了这样的女儿 她也完全无序工作 可有天她们正在现场拍摄时 不料小美突然和妈妈发生了争执 并且还哭个不停 只因为她不愿穿裙子 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于是就逼着小美赶紧穿上 虽然小美很是抗拒 但妈妈仍然还是拒绝 还训斥小美不要总是这么固执 要是工作没有喜不喜欢 等你将来有绝对资格的时候 那时候你不愿意所有人才会乖乖听你的 小美无奈只好答应了 但妈妈的这句话也被小美深深地牢记下来 从此埋下了一颗矛盾又牙的种子 如今小美也已经成为了超级大明星 她不仅穿着打扮时尚 并且每次外出都会化妆 哪怕是给父亲买个生日礼物也是不惜花下巨款 看着女儿奢侈的物质生活 父亲顿时心里五味杂陈 女儿六岁的年纪却活得像大人一样 她不想女儿变成妈妈的摇钱树 也不想女儿变成广告主所期待的那样 只希望她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但妈妈却不以为意沉浸其中 还让丈夫快点把手表礼物带上 随着小美不断爆发的人气 不少著名的广告公司都联系了小美父母 想要和小美签一份长期的合同 然而父亲却拒绝了 她可不希望女儿因为工作失去了童年 但妈妈并不在意 毕竟有这么一棵摇钱树谁愿意放弃 她只想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女儿的身上 甚至还跑到医院流产不愿再生二胎 丈夫得知情况后非常愤怒 但妻子却表述我一个人带不动两个孩子 丈夫无奈也只能由她任性 妈妈为此还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只为全身心陪同女儿的童心事业 她认为只有自己和女儿肯努力 他们母女俩也一定会登风造极 小美本以为美好的生活都会顺利进行时 但就在一天广告的时候 一个女孩本来演得很好 可不料由于小美的到来 也是导致让她被导演换下了场 就在下台的时候 女孩一气之下直接就撞到了小美身上 尽管她口是心非的道歉 但实际却是非常羡慕记恨小美 只因为只要小美随便地动动嘴 配合简单的肢体动作 再装出一副很自然很可爱的样子 就能让她自己全部地努力白费 就连导演组也是一片欢呼和掌声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小演员很难受 为了找回心理平衡 于是她直接找到小美 带有讽刺意味地让她下次拍摄实验真典 更是恼羞成怒将纸团砸向了小美 但小美却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静静地将纸团打开 在看完小演员努力地在台词稿上标注的标记后 小美也是忍不住夸了她一句厉害 但小演员却并没有因此消气 甚至抱怨自己连出镜落脸的机会都没有 小美不懂什么叫吃醋羡慕 但她能清晰感受到小演员很恨自己 她跟编导说了这件事 还说怕自己将来连个朋友都没有 而为了抚慰她那颗单纯的心灵 编导于是告诉她 那我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小美听完高兴坏了 甚至扬言等自己长大一定要嫁给大叔 在小美天真的言语下 编导大叔也是被她逗乐了 这一天妈妈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 只因为女儿在班级发生了别扭 一个男同学被小美吓得从桌子上摔了下去 男孩妈妈得知对方是童心后 尽管不是儿子的错 她还是深深拘功道了歉 可妈妈却只关心自己女儿有没有受伤 甚至还无理取闹地告诉男孩 告诉她应该与小美保持距离 因为小美可是当红的童心 老师见她的话语有些过分想要阻拦 然而妈妈却一脸不屑地起身 丝毫不认为自己和女儿有错在先 妈妈愤怒地拉着女儿就一起离开了 看着妈妈一脸愤怒 但仅六岁的小美又怎会知道对错是什么 她只知道妈妈会不断鼓励自己 紧接着妈妈带着小美来到广告公司 编导甚至还在一旁为小美打气 就在众人商量着合作的时候 小美一脸茫然抬起头望向头顶的灯光 这时她又打出了个喷嚏 妈妈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这次对方依旧又被小美那单纯可爱的外表笑道 甚至觉得小美就是天选童心 接着社长当即让步下去给小美当经纪人 负责小美遇到的一切工作问题 可小美的妈妈却是一口回绝 因为这可是她的女儿 由不到外人来给小美当经纪人 经纪人看到这一幕善意地提醒 说签了合同后会有更多的工作 并且人际上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你并不是专业经纪人可能难以应对 但此刻社长却忽然改变了主意 既然妈妈愿意给公司充当免费的经纪人 那她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妈妈听完后很是开心 但她并不知道 在对方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工具吧 随着资本不断地操作下 小美的演艺之路也是一帆风顺 而且还在一路不停地拍广告 各种综艺节目也是被她上的不停 一切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热度 但在被嘉宾提问的时候 小美则是一脸茫然地朝着台上的灯光望去 就在这时她又打了个喷嚏 那萌萌的模样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主持人见此也是赞不绝口 就这样小美再次依靠天真自然的模样 让自己的人气再次提升 再返回家里的途中 看着路边巨大的广告牌 妈妈更坚定地告诉女儿一定要登上巅峰 这天小美被公司安排参加女团综艺节目 小美也是在节目里尽情表现积极的一面 但妈妈健壮却很不高兴 看着女儿在节目里开心的样子 妈妈果断就找到公司询问 她觉得这和小美以前的计划完全不一样 然而公司却告诉她 愤怒的妈妈打算离开时 但最终无奈也只能跟公司妥协 没办法小美只好继续录制 更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 她竟遇到了当年被自己替换掉的小演员小慧 而且在这次的综艺节目 小美依旧还是再次替换掉了她 可这一次小慧却没有动怒 而且还跟小美成为了好朋友 两人一起去买东西 一起在咖啡店里听音乐 小美也是敞开心扉 与小慧抱怨自己的妈妈 这时街上的星探想要让两人跳槽 小慧见状立即带着小美逃离了 此刻两人跑到一处角落 小慧也不由地想起了当年的艰辛 回忆起小美取代了她的位置 小慧的演艺事业也险些被毁 无奈她只能拍一些血针来蹭热度艰难生活 最终这才回归曾经的梦想之路 小美听完后很惭愧 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 小慧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 她慢慢地朝着小美走了过去 随后轻轻吻下小美 对于这段难得的友情 小美也是十分珍惜 这天是妈妈的生日 当小美满心欢喜地带着礼物回家时 却不料此刻的父母发生了争吵 并且父亲还表示要离婚 小美听完整个人都不好了 直接冲上了楼 只留下地上的那份礼物 原本她想找曾经的编导大叔倾诉 然而对方却因为工作繁忙直接挂断了她的电话 伤心欲觉得小美在教室里发呆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同学小帅看到 见状她不是很想回家 于是小帅就决定将小美带回自己家 由于小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也是第一次见到广阔的海洋 看着支架上的咸鱼也忍不住好奇 接着还帮忙为小帅家一起晒鱼干 她的嘴角也带着一丝笑意 在晚上回家时 小帅也不忘安慰小美 告诉她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小美也逐渐体会到了童年逝去的友情 紧接着她的中学生涯结束迎来了毕业 随着班级照的拍摄 小美也是顺利的毕业 她当从父母和离开校园的难过经历中脱离出来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小慧刚完成了泳装拍摄 而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她毫不在乎疲惫的身子 在晚上参加拍摄了一期探险类的灵异直播 虽然小慧也很是害怕 但为了增加更多的粉丝 也是不惜咬牙坚持不断探险 小慧也是失足一命呜呼 小美得到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惊呆了 可公司却说这是不用她操心 让她把心都放在录制节目上 妈妈也在一旁安慰她 当小美在录完了节目后 也是第一时间赶去小慧的葬礼上 她的心里很是难过 然而外面的媒体却想要添油加醋 还把她堵在了门外接受采访 询问她和小慧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小慧的苦恼有没有跟你说过 能不能说说你的感受 当小美伤心地回答完后 她的采访不久就成了头条新闻 可小美还没有从悲伤中回过神来 妈妈却找到小美平静地告诉她 让她别浪费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流量 小美于是也决定抓住这波机会 也逐渐淡忘了好友刚离世的惨痛 靠着这段时间接了不少杂志广告 更是同时上了好几个综艺节目 小美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当红女星 可这种日益基业的生活 也害得小美年纪轻轻就有了班图 但她并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 因为妈妈只关心钱与流量 满脑子都在想如何才能赚钱 小美也逐渐忍受不了妈妈的控制 这天她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 小美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 并且还在不停地按着按键 这一举动顿时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但妈妈知道这件事后仍不在意 望着接到那硕大的广告牌 她只一心想地靠着女儿让自己圆梦 回到家的小美再也安耐不住 她痛骂妈妈借好友之死让自己蹭流量 让自己趁热接那么多广告综艺 丝毫全然不顾自己的感情 妈妈却是一脸比一地看着她 显然她并不想失去现有的一切 小美听完后更是满脸的绝望 可第二天当她正参加广告录制时 不料却是不停地呕吐 到了最后更是泪倒在现场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纷纷上前关切 妈妈更是怕她出了什么事 然而小美却不屑甩走妈妈的手 编导大叔赶紧将小美抱了起来 紧接着把她带到了医院 还好小美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因为工作过度而昏厥 第二天小美去了公司后 却突然被递来了一个礼炮 小美看得一头雾水 原来是公司同事都在庆祝编导大叔结婚 小美见状顿时晴天霹雳 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 原来她在小时候跟编导说 嫁给她的言语不是玩笑 小美也一直在当真 可现在大叔却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小美愤怒地捏碎了手里的泡筒 所有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她 大叔见状也是不由的尬主 晚上小美坐在沙发很是难过 此刻她看向了窗外的灯火 原来是楼下有一场舞会 正好她也是这次的嘉宾之一 小美要为这里的冠军颁发奖品 就在这时男舞者阿正的目光落在了天花板上 随即就是打出一个喷嚏 这一幕与小美的习惯很像 就这样阿正吸引了小美的注意 当颁奖仪式过后 阿正也是主动去找到小美说话 还想与她一起手工包饺子 处在难过时期的小美于是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她到了阿正的家 然后两人一起手工包饺子 他们逐渐也产生了胆情 后面的情节懂得都懂 等到第二天小美睁开双眼时 竟发现自己正睡在家里的沙发上 妈妈于是追问她昨晚有没有做保险措施 然而小美却沉默不语 当知道阿正是一名舞者时 妈妈更是要求女儿与她分手 万一有什么风声传出去 那女儿的明星生涯就要毁于一旦了 但小美听到此话却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她恨透了公司 也恨透了妈妈以及拍摄广告时的自己 因为她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自己 都是妈妈从小到大为自己伪造出的人设罢了 接着小美愤怒地朝妈妈走去 说妈妈就是不愿丢掉一人母亲的身份 所以才总会干涉自己的生活 这时妈妈一把抱住了她 表示我是如此爱你 也绝不会把女儿轻易让给别人 可面对妈妈的真情实义 小美却依旧面不改色 她反而更不听妈妈话了 不但经常不去公司工作 还天天和阿正待在一起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很是生气 于是带着女儿来到了公司 原来小美与男友的是被有心人拍到了 小美见到照片后很是惊讶 但好在公司反应快 也是避免了她的丑事被媒体曝光 公司要求小美马上分手 妈妈也被公司追究了责任 经纪人看着这一幕轻声对小美说道 让她别太在乎别人怎么看 小美本以为对方是为自己打气的 可不料经纪人也是为了利益 还表示是她一手栽培的小美 她不想看着小美就这样跌落神坛 并也同时要求小美尽快分手 你的未来不需要她的存在 听完后小美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还试图说服妈妈和自己站在一起 不料妈妈却不为所动 但就在她晚上下班回家时 小美却直接将门锁住不让她进去 她不但要让妈妈回老家 还冷冷地说了一句 小美现在一秒都不想再看到妈妈了 此刻城市雪花飘落 妈妈一个人走在冰冷的街道上 看着女儿的海报 妈妈此刻也终于陷入了沉思 她不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疑问 而由于小美没有了妈妈的束缚 从此也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不但经常跑到男友家约会 而且当着别人的面也不再保持矜持 她似乎并不介意 可没过多久 两人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小美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瞬间崩塌 顿时引来了网上的一片责骂与嘘声 妈妈得知情况后连夜赶往公司 看着视频里的小美 她简直无法置信这是自己的女儿 不过小美到了公司后 看到视频里自己的丑陋模样 她吓了一跳赶紧就要去关电视 妈妈捂着鼻子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但小美却已经暴跳如雷 甚至还对公司人员嘶吼了起来 崩溃的她心都要碎了 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 经纪人不得不站出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她不承认视频里的人是小美 还说这段视频是网友们故意剪辑出来的 同一时间 公司的股东们也第一时间召开了会议 讨论关于小美对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广告商也很是愤怒 但为了提高收视率以及弥补经济上的损失 公司居然要求小美上一档综艺节目 用这种方法压榨出她最后一点价值 但现在小美已经绝望了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接着公司就给编导大叔施压 让她去劝小美加入这个项目 但她是小美最好的朋友 编导也实在于心不忍 可不料公司却以她的工作为要挟 甚至还提到了她刚刚怀孕的老婆 面临工作与生活的重压 编导也不得不低头 于是她约见了小美的父亲 也是不遗余力的希望她能劝小美参加节目 还摆出了一副朋友之间关照的样子 见小美的父亲还在犹豫 接着编导更是哭出了声 而看到这一幕的父亲 最后还是同意了要求 可她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种行为也是将小美往死路上逼 而为了挽救自己的明星形象 以及把这件事说清楚 小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公司 最终登上了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 她想用这种方式宣布退圈 可在这个她最熟悉的舞台上 她的脚步很重 回忆起小美从出道到现在的光辉 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个可爱的孩子 而且还接到了各种各样的广告和代言 就连她的朋友小慧都对她充满了羡慕 而如今自己肮脏的一面被传出来 更是让无数网民为之唾弃 小美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她无精打采地坐在一边 面对节目组提出的各种问题 小美则一句话都没说 此刻台下的工作人员 却想让主持人 借着小慧离世的事来刺激她 紧接着主持人便开始追问 在外面观看直播的妈妈脸色 更是变得难看 父亲意识到这是个陷阱 顿时勃然大怒 她追问编导为什么要欺骗他们 可编导却指责她从未证实过小美 而现在就是你看到真相的时刻 说完她转身就走 小美见状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己最相信的编导大叔 也因为流量选择了背叛 在主持人的再三追问下 小美再次抬起头 就像小时候那样 望着天花板上的灯 这时她又打了个喷嚏 然而这次得到的却不是赞扬 而是台下发出的纷纷冷笑 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小美非但不觉得自己有错 甚至还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她说不管视频中的她有多狼狈 那也是最真实的样子 如果非要说自己有错的话 那就是自己不该爱上别人 随后小美静止走到了摄像头的面前 她对所有观众说 以前的她根本不懂什么是生活 那时候她经常忙着工作 她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成为当红明星 但这也是妈妈和公司一手打造的 她也因此整天都为日以继夜的苦干 而感到害怕与焦虑 甚至连坐着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 却无时无刻不再关注收视率 一直被时间追赶 不断希望自己能够站得更高 在追逐的路上也失去了朋友 接着小美表示她很讨厌妈妈 她好像把妈妈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 就像是给电视换台一样 可后来她才发现 不管自己有多不喜欢妈妈 妈妈都依旧爱着自己 妈妈听完后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 然而这时小美却突然跑了出去 众人看得一头雾水 但导演却要求节目继续跟拍 认为现在才是最吸引观众的时刻 妈妈此刻正焦急地四处找她 可小美却一直没有出现 原来她已经来到了楼顶的天台上 小美正在仰头看向天空 与此同时 剧组的工作人员也到了 他们不但没有关掉摄像头 反而完完整整地开启了直播 妈妈连忙在一旁阻止 父亲也及时赶到 编导大叔看到这一幕 更是示意停止拍摄 可是直播间里的导演 却是喜笑颜开 看到所有人都在努力地保护自己 小美的心里充满了感动 然而下一秒她却把鞋子脱掉了 接着朝着身后走了几步 摆出了一副要冲刺的动作 小美在经历了一段助跑之后 也是毫不犹豫地从天台跳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震惊了 然而导演见状却并没有让节目停下来 因为收视率正直线上升 如果现在停止那努力就白费了 就在工作人员跟上前时 却发现原来小美竟然还活着 她只是落到了楼下大型娃娃的头上 得知情况后的众人都松了口气 节目组也总算是放下心来 此刻他们传来了消息 说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超过了50%以上 甚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可导演却说如果小美真的死了 那样的话收视率就更高了 没有人性的导演最终带着一脸的失望离开了 然而现在的小美却像是在庆祝她的生命 她对着妈妈竖起了夜 接着小美叹了口气 也似乎是在宣布告别了前半段的人生 后来的小美也顺利成家 开启了新的崭新生活 往后的人生她不再是大众眼里的明星 而是自己向往的普通生活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我们知道人死后都会来到阴间地狱 然后在阴间使者的带领下 接受阎罗王的重重审判才能获得转世机会 一旦凡人生前被判有罪 不仅将要面临永恒的折磨痛苦 并且永远都无法转世投胎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存在阴间地府的阎罗王 那么同样也存在着神 要是一个人明明死了 如果神不允许阴间带走他那该怎么办 这天发生了一件令阎罗王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个老人明明阳寿已尽 寿命早已超出了生死不上的时间 但却迟迟没能进阴间审判 前来迎接他的阴间使者无疑都被奏飞 任何使者都无法将老人带走 原来老人有一位守护的家神 就这样一场神与阴间之间的较量开始了 阎罗王得知此事很是头疼 只好再次派遣使者前来接人 使者们很清楚 如果想要带走老人 就必须先解决掉他身边的家神 想干掉家神也只有两个方法 只有打破献祭他的神坛 或者将里面的供奉喝下才行 为了小心行事 男使者二话不说直接一饮而尽 就在他转身想要带走老人时 只见家神安然无恙地出现 并且还一手抓起了女使者 家神这时怒道 使者听完脸色顿时大便 突然一阵恶心 阴间使者完全无法与之抗衡 很快就被揍得满地找牙 使者不得不跪下来求饶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家神竟还认识两位使者 原来家神曾经也是阴间使者 当年两人也正是被他牵引的 但后来阎罗王抹除了他们前世的记忆 两人一点也记不起来 家神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表示爷爷是男孩唯一的亲人 之所以不让他们带走老人 而是老人还有未完成的遗愿 他要等着孙子去上学 家神表示等老人完成心愿 要等40天后才可以把老人带走 在此之前 任何人都甭想带老人去阴间 如果你们不服 就让阎罗王亲自来找我 使者迫于压力只好先假装同意 这次两位使者之所以来阴间领人 其实也并非在他们本质范围之内 由于消防员老金的弟弟是被人陷害 队长于是便跟阎罗王请求要为他辩护 认为他是含冤死去的贵人 三位使者之所以如此打抱不平 是因为只有成功帮助49名贵人转世 他们才有成功转世的机会 目前恰好金帝就是这第49人 就这样他们与阎罗王达成交易 阎罗王要求他们在49天内 不惜一切代价要将老人带到阴间 这样才能给金帝审判的机会 因为阎罗王规定了49天的时间 40天的时间已经足够完成任务 只要不让老人在这段时间内意外死掉就行 就这样两名使者再次回到人间守护 这天一伙拆迁队怒气冲冲的来到家中 让他们三天之内必须搬出去 家神尽管法力无边 可面对人类时却顿时窝囊起来 毕竟他不能对人类动用法力 流氓头子轻描淡写的一击 直接就将他甩进一旁的茅厕里 看着孩子和老人受欺负 但家神却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两位使者现身了 两人表示可以出手相助 也可以不管等到40天后直接带走老人 使者请家神答应两个要求 第一不许揍他们 第二帮两人找回上一世的记忆 家神无奈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男使者现身决定教训下小流氓 将自己被家神欺负的憋屈 全部都发泄到了这些混混身上 打不赢神打这群普通的凡人 还是轻易不过 很快一分钟后 小流氓们全部倒地 家神如约将生前的身世告诉了两人 原来男使者曾是古代的一名大将军 他的武艺超群 让那些想要侵略的外族 无一不为之胆寒 由于他英勇杀敌总是身披狼体 也有了白狼的称号 女使者却是外族的一名普通女孩 她名叫德春 由于连年的战争不断 善良的德春只好带着村里的孩子们颠沛流离 尽管他生前非常善良 只可惜他在18岁的时候就去舍 此刻队长带着金帝开始接受重重审判 中途歇气时于是开始聊天 金帝很是好奇队长生前的身份是什么 原来队长与另两名使者 在前世有一段让他无法说出口的孽缘 他名叫江林 在古代曾是一名大将军唯一的儿子 他从小就刻苦练武 就等着长大了能够接替父亲的位置 在一场战斗中 父亲在战场里见到一名可怜的男孩 于是辨认了他做干儿子 就这样江林多出个弟弟 可父亲对待他势如己出 对待干儿子比亲生还轻 江林这个做哥哥的自然是吃错了 为了报复弟弟 于是他每次都会用练武当理由 来羞辱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 却不想弟弟天赋异比 很快他的武功已经超过了江林 数年之后 父亲想要统率军队与外族进行决战 可这一次他却没有安排江林上战场 反而安排干儿子来作为前锋 江林知道了事情后 也是顿时让他无比极度怨恨 见到父亲对自己竟没有半点信心 顿时悲从心来 可谁曾想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这场战斗更是让他们阵亡了上万人将士 父亲也在大战中死去 最终没有血缘的弟弟被朝廷送到了极北之地 江林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 最终成为了统帅的将军 而这个时候 家神同样还在继续讲述着两名使者的身世 有一天德春上山找食物 没想到在山里遇到了一只老虎 就在德春即将落于虎口中时 白狼刚好经过 他立即拔出了一把长剑相助 击中老虎的要害 最终拯救了德春 德春急忙跪下来感谢 但白狼此刻却突然冷血地用剑指向了他 原来白狼此前得到了消息 附近的村落仍留有外族人的痕迹 于是便打算倾剿外族 可就在他推门而入的一瞬间 眼前却都是一群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们 白狼看见这一幕心一软 他非但没有杀戮 甚至还为孩子们准备食物 那晚德春去找白狼说话 白狼很好奇他为什么自己都吃不饱 还要带着一群孤儿生活 德春表示是因为战争 他的双亲被一名身披狼袍的将领所杀 导致自己也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 所以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照料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人的孩子 白狼文言顿时懵了 那位伤害他家人的将领不正是自己吗 白狼没有说话 他不知该怎么跟德春说 现在的自己对他有过救命之恩 同时却又杀了他的家人 男使者听完顿时愣住了 他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女使者 只想自己单独冷静一下 而第二天三人出门办事时 因为知道了自己的生前经历 女使者对男使者也是十分的厌恶 甚至两人还吵了一架 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 家神继续讲述着他们的经历 在那时白狼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却不敢对德春说出实情 有一天他良心发泄了 决定要和这群孤苦伶仃的孩子们一起生活 向他们展示怎样打猎 也把朝廷发给军队的粮草分给孩子们 而对孩子们来说 白狼就像是他们的再生父亲一样 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他却是一个背叛者 就当三人在回家路途中 他们却碰上了那伙强差的流氓 当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时 他们立刻回了家 果然家里一片狼藉 此刻老人在一旁昏迷不醒 忽然间家神感觉到胸口一痛 瞬间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一个小混混在他家捣乱 还打碎了他的神坛 神坛被打破也就意味家神要不行了 尽管现在的自己已经非常虚弱 但却仍然坚持说完两人最后的经历 白狼由于背叛国家的行为 很快便传到了朝堂之上 于是便惩罚将他绑在一棵树下 任由野兽来啃咬 而那一夜 白狼的所有属下也都被狼群杀死了 好在他勉强还剩一口气 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走回了藏身处 叫孩子们赶快走 在离别之前 他决心和德春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 他从怀中掏出 曾经并肩作战的狼皮给德春披上了 德春一见到那张狼皮 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在他面前一直在照顾他的男人 正是伤害家人的仇人 可想到白狼会为了自己和孩子们而与朝廷作对 最终德春选择原谅了他 临别之际 白狼靠着仅存的最后一口气 做好迎接来袭敌人的准备 可来的敌人不是别人 正是队长江灵 原来白狼正是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弟弟 出于嫉妒他一直想除去这个爱眼的弟弟 很快白狼就跪倒在哥哥的肩下 他恳求哥哥宽恕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可江灵却并不愿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弟 无情的一剑劈下 此刻一旁的德春忍不住了 拿着短刀偷袭了江灵 江灵忍着疼痛一剑也送德春去了西北 最后江灵因为失血过多 倒在了血泊之中 男使者听完这一切后 泪水不停地在眼里打转 原来和自己在一起也有数千年的女孩使者 竟是自己上辈子最无心溃对的人 而他们的队长竟是自己的哥哥 是出于极度杀害他们两人的罪人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家审伴随着一缕烟尘灯枯油尽了 当两人回到阴间的时候 正好赶上了审判的最后阶段 这一次的审判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们不仅需要证明金帝使寒冤而死 并且大王还要一同审判队长 而为了晋升官职的中卫此刻并没有死 他此刻正待在人间的监狱里 接着阴间便照他的灵魂来审问 使者追问他 埋葬的那天晚上你是否知道金帝没有死 还是出于私心硬食将他活埋 但此刻中卫却沉默不语 使者恼羞成怒上前一步想要威胁他 可在阴间对凡人恐吓是违反规定的 大王气得要将金帝立即处死 地狱的火汤口轰然张开 底部全部一片火海 地下有无数的怨灵在燃烧 中卫看到昔月的下属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 他对认罪仍然犹豫不决 而此刻队长向阎王问道 为何另外两名使者的记忆能够被抹去 唯独自己却要保留痛苦的前世记忆 忍受千百年来的煎熬 阎罗王告诉他 因为你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原谅 原来在当年的战场 父亲并未战死沙场 并还挽留着一口气 但队长却因痛恨父亲不器重自己 选择对此事而不见 最终还是没有救下父亲 当他幡然醒悟重新回到战场时 父亲已经没了呼吸 而队长的灵魂也正是被阎王牵引的 阎罗王觉得他的罪恶深重 却又为他感到惋惜 于是便想让他成为掌管阴间的使者 并将他的记忆永远保留 未来的一千年 他还需要带着另外两名使者 这千年来 队长也是每天都在痛苦和愧疚中度过 如果帮助49位贵人在阴间成功转世 那么阎罗王就会抹掉他的记忆 并且允许他投胎 这段记忆不仅有他杀害两名使者的记忆 并且他还带有害死父亲的记忆 就这样队长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了一切 他不想让别人也像他这样 等到后悔莫及已经为时已晚 阎罗王于是问他 难道这千年以来你只有后悔吗 此刻队长摇了摇头 接着坦白了心里话 对我而言 永远无法跟父亲得到原谅 那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地狱 阎罗王此刻被他的真情打动了 并且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队长的父亲正是他 当年由于父亲死在战场 被上任阎罗王召唤 并且要求由父亲来当下一任的阎罗王 但为了回避曾经的一切 父亲于是请求阎罗王改变自己的容貌 就这样默默在儿子身边守护整整一千年 现如今父子俩的恩怨也终于释怀了 而一旁的中尉很是感动 听到队长拥有类似的经历后 他最终也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承认了金帝是含冤而死 最终审判结束 金帝以贵人的身份也是能重新转世了 而释怀一切的中尉最终回到人间 在监狱度过后悔的一生 由于使者们成功帮助了49位贵人转世 他们也是重新获得了转世机会 但他们却放弃了 而是决定继续留在阴间当事者帮助他人 并向阎罗王申请让老人延长寿命 直到陪到孙子小学毕业 电影最终圆满结束 所有的恩怨和误会全部化解 这部电影叫阴语言 是与神同行的第二部 电影目前仍在韩国英式榜单当局不下 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说很快第三部电影也要到来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